李維維 真的國之家王必有文青嗎 看著蔡英文是文青 看著陳基仲是文青 看著吳怡尼是文青 現在連吳乃仁的女兒 都是那文青了 現在搞文青治國 我也滿喜歡我自己是文青的 這個文青是 對一些比較有 想要讀一些書 或者說表現上比較Fashion的 一些年輕人的一個尊稱 現在治國 用這些沒有實務經驗 或是說不接地氣 文青事實上是不接地氣 不接地氣的助理 他們一般大概都從助理幹起 很少文青說看到什麼 梁廣總督的 大概都是從助理幹起 問題就出在哪裡 這些助理他提供的資料給 譬如說總統 或是說給市長 部長 那麼這些總統 部長 市長 到底是不是只有拿到這些資料而已 還是你有沒有去好好再審視一下 跟這個地方接地區 的一些特殊的一個考量 或是有其他的管道來源的一個資訊 如果單純只是文青提供資料給你 就這個樣子決定了 這樣當然國家我們死的 國家就我們死的 所以文青治國倒沒有那麼嚴重 畢竟你這個負責的人的態度 才是最後的決定 文青要為整個敗選負責 姚倫多好像是第一個 姚倫多他第一個 他公開的 他是用很文青的方式 寫了一堆 他對柯文哲改婚 抱歉 他說高台貴手 我這個文青 讓整個事情沒有弄好搞砸了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姚倫多這種文青都還 已經慢慢的接地氣了 但是我看很多 大家都國慶說 對著老闆 對著老闆 對著人 這些所謂當權派的文青 可能現在好像還在做困獸之鬥 困獸之鬥 所謂困獸之鬥 不行 我說一年好過年 另外還有一年好過 以後再說吧 這金銀工可能不會下台 要一年嗎 他跟他好老闆的確 就是被這個節目點到的文青 大概都很難有好下場 大家都在看 看說你怎麼辦 包括吳南人的子女 你怎麼辦 大家都眼睛金銀工來看 收視率太高 他已經很好了 他的年薪這麼高 就是這樣子才會慘 如果說那年薪才兩百萬 不會這麼慘 所以 所以只要文青還躲起來 你沒有發現他 他還是可以過好日子 但是民進黨如果放這個 在中國就死了 我們現在問題一大堆 金門已經淪陷了 怎麼說 那個非洲豬瘟 對 今天有驗出病毒 淪陷了 以前口蹄也是從那邊先破口的 驗出來是陽性 陽性 所以像這個事情 這個不是文青可以處理的 把文青派到金門去 農委會副主委陳其中 現在不是文青 所以所以我說 文青在處理農委會 在主導農委會 會有危險 非洲豬瘟去講白冰青 陳其中本人是想 陳其中 想要離開的 想要離開 你看這些文青就這個樣子 離開 那是遇走還留 然後送上山頭 遇走還留 陳其中那種見白心 說我要跟這個 同進退 同進退 現在坐上大位 就是一路順風 大哥一路順風 現在我來處理 我說這個都是 我們現在被社會 信賴度降低的原因 社會調查 如果說現在我們每年 都有一個社會信任度調查 曾經有一度 法官是最後一名 如果現在做調查 我跟你講 部長是最後一名 說話給人不信任嗎 政務官 所以這個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所謂的威信 執政的威信 社會信賴度這麼低 是這樣子造成的話 那你還怎麼翻身 韓國瑜可以減肥冰心 對不對 民進黨想要減肥冰心 怎麼可以這樣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好好反省的地方 國慶 看起來這個時候 李委員講的 可是越來越糟糕了 民進黨現在這個時候 文青之國你看得更是 金門已經淪陷了 竹灣都出現了 沉積中這種文青 還有包含你看一下 吳宜青這種文青 現在仍然都在高位上面 那這下子 豈不是文青治國 到最後的結果 你連江山都一起丟掉 韓平講的 國之妖孽必有文青 我不知道國之妖孽必有文青 國之奸王必有文青 國之奸王必有文青 妖孽就是文青了 所以說還是要接地氣 真的還是要接地氣 你只有一個理論 只有一個理論上的學術理論 你沒辦法去跟一般基層 小老百姓去互相溝通的話 你講的跟做的差很多 八生要聽的不是 你做夢 他要愛是屬實的一個過程 要愛是屬實的過程 所以說 剛才做的 我覺得他沒想要吃飯的那樣 你都不敢不透露 你現在開始這樣說的話 我聽起來 你怎麼會叫我妹子 我給你給我妹子 我太太都穿了 沒關係 回家三樓沒問題 準確聽這就叫做道德勇氣 這個叫做道德勇氣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要勇於去講 如果有的咪咪咪咪 你叫憲哥來講 憲哥來講 說得太難聽 還要提名 對不對 還要選票 俊毅敢講 結果他自己把立委補選 他自己退出 他被新潮流給鬥掉 對 所以說 這個是我自己願意退 為黨而退 為黨而退 不是被人逼退 對 所以說自己退 所以說他很威勳 但是要說威勳 我說一下 比他比較威勳 什麼 俞天 俞大哥 對 俞天 俞天 俞大哥有威勳嗎 俞天 俞大哥 他本來是在演藝界 什麼叫大佬 他也是演藝界大佬 而且是教父級的 他沒錢沒錢 請他放下小手 放在民進黨 選舉選選的 選到你看 負責禮禮 為民進黨犧牲打拼 全台灣都會需要他 他去到哪裡騎台 大家如果選舉選管頂選 委員要找他 拜託他 他沒在想錢 他是義務 連請錢都沒在收 結果 你們對一罐錢的元旦 或是跨年完會 叫他添去賺錢 沒有 沒有看到 做到叫他去 有錢 有醫生 敢願來找年輕人 不快就添添 對 所以亞萍姐他也心有七七燕 真的 還有這段時間 他當了新北市 新北市的黨部主委 電視前的朋友 你不可以 因為是中東部給他 是小英給他 他是選到白白川的 他在選主委的時候 剛好他爸爸 他爸爸過世 那段時間是我跟亞萍姐 去投票所 去走團 去替他那種 他當好在心不便出面 是這樣拚起來 民進黨白不分苦 上邊第二邊跟他拚 拚一拚 做不到 這拚又拚跟他說 拚在那個 賣掉的 後拚 後拚賣掉的 余天余大哥一個人就說 你不要給我拚 我感願沒有 他又在拚主委 拚主委又一檔 又選市長 選議員 他責任最重大 無我 無私 都奉獻 結果得到什麼 國民黨還會說 白冰冰跟韓國瑜騎那麼多 改台 他的人如果好 冰冰姐請他來做代言 一個月後 但是白冰冰感受到溫暖 感受到溫暖 你們對一個官司 選舉行找余天余大哥 你要叫他去官司做觀光大使 對一個官司你跟我說 沒有 沒有 你今天民進黨政府余天 在建立了多少的汗馬功勞 全台灣招招招 這樣為民進黨 為台灣的民主發展 人家他犧牲這麼多 看到白冰冰想要尊重 人家他用 所以今天他替白冰冰說一句話 他感同身受 他在哪裡覺得說 怎麼會差那麼多 你說過 還不會過 去想 白冰冰 我全台灣走一走一走 民進黨都沒有想到 都沒有想到 都沒有想到 所以正在我們說這個 余大哥 醒醒吧 我聽完國慶講完余天 我都覺得心裡面好難過 他沒想到這樣子為民進黨 奉獻結果是這樣的結果 但民進黨現在這時候 可是用一對文具 準備來轟你們高雄 對 我先呼應國慶委員 我想要透過國慶委員 不然就是 邀請余大哥來 我們高雄市行銷 如果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他再去 又變民進黨的臭辱 他才會說不太打破的臂 他如果真的跟韓國瑜 做觀光大使 你不能害他 他如果跟韓國瑜說 好 我來做你的觀光大使 高雄人很高興 我相信高雄人 因為余大哥常常說 高雄很有人情味 他們不會分黨派 余天不管民進黨或 也好 國民黨支持者也好 都很認同他 你如果余天真的去接受 高雄的邀請他 去做觀光大使 差點了 他早上為民進黨 訪問的都不算 又走訪問 余大哥你不通 你也賣了 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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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議員提議 這只是我的提議 這就是北東 讚